朋友们好,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五,欢迎来到《远见快评》,我是唐靖远 在昨天的直播节目中,我们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阿富汗变天事件,它绝对不是一个中亚小国的简单的一个政权更迭的事件 美国撤退的这次重大失误,它所造成的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我们看到它正在一步步的展现出来 拜登是因此遭遇到了他上任以来最猛烈的政治风暴,对吧 不但是共和党现在对他口诛笔伐 就连民主党有很多重量级的议员,以及甚至包括大批的左媒 现在也都对他在猛烈的开火 而另外一块倒下的骨牌呢,它是在台海 由于中共啊,我们看到它现在连篇累度的对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这个议题 进行不厌其烦的炒作,使得美台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呢 不得不连续的公开的来表态 就是重生几方的立场不变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之下呢 说话一向都很模糊圆滑的拜登 在前天呢,就是台海的这个舆论风暴中心呢 他又去投下了一枚震撼弹,可以这么说 从而呢,让我们是再次看到了中共的战狼宣传 他总是因为用力过猛,会造成一种反效果 那么最终是班时砸脚的这个戏码呢,是再一次的上演 与此同时呢,随着中共当局的这个监管风暴是越演越烈 大陆的企业界啊,过去的那些大佬们可以说现在是人人自危 美国的媒体呢,在今天是非常罕见的发表了一篇长文 来揭秘,就是马云他当初是如何得罪了习近平的 那么这背后啊,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幕呢 好的,请朋友们点击文字介绍中的链接到YouMaker这个平台 来观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完整的影片 YouTube这个平台呢,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再发布,谢谢大家